这是一个嘎嘎硬的苹果 就算用刀切的话都挺费劲 可老灯只要拿着轻轻一水 苹果就直接变为了两半 另一半直接飞了出去 真是牛逼他妈的 牛逼他妈的 牛逼到家了 瞬间惊掉了一地下巴 其中一位老哥很不服气 说自己也能做到 你还别说 苹果根本没鸟他 依旧完好无损 那老灯是如何做到的呢 怎么会拥有这么惊人的臂力 节目组分析 这很可能跟他平时的工作有直接关系 可老灯却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的工作根本用不上力气 因为他是一名老司机 原来二十年前 他曾在牛厂工作过 每天整日整夜地帮母牛挤奶 这可是一项技术活 需要用到很大的手劲 挤一头母牛至少要用掉四十分钟的时间 那时候他每天需要挤好几尸头 于是就练成了这项抓奶龙找手的绝活 致使他的手臂和手笔长人粗壮很多 拥有了超人的握力 节目组特意测试了一下老灯的握力 竟然达到了惊人的62公斤 比普通人足足多出了16公斤 这简直太惊世骇俗了 因此节目组特意找来了专业网球运动员 还有柔道运动员以及举重选手 来一场男人之间抱苹果的较量 老灯拿起苹果轻轻一水 瞬间四分五裂 顿时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都感觉根本无法超越老灯 网球运动员把水都捏出来了 但苹果就是不碎 而举重运动员也只是把手指插进去 苹果依然没有碎裂 要说最行的还是摔跤运动员 有一个人竟然真的做到了 看来这确实是一项体力活 不过这也是一门手艺 以后吃苹果就不用道歉了 同学们 你们能做到吗